大家好,我是小莉。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视频右上方的推荐区。 字母i闪烁的位置。 有更多优质科技视频。 您可以点击查看。 本期视频分享。 之前介绍了如何使用ADB在Windows 11安装任意Android的应用。 但是ADB是基于命令行的。 很多小伙伴会因为操作性差而望而却步。 本期视频向大家推荐一个Windows 11平台的Android软件包安装器。 通过它直接双击APK即可安装。 重点是开源而且免费。 这款工具称之为OSA下化线PACMAN。 它是一个用于Windows Subsystem for Android WSA的Gui软件包管理器和软件包安装器。 可以双击APK和Zap直接在Windows 11上进行安装。 使用它之前依然需要打开WSA。 关于怎样打开WSA。 可以观看上方弹出的推荐视频。 访问OSA下化线PACMAN的开发页面。 下方有它的相关介绍和截图。 单击右侧Releases下方带有版本号的链接。 EXE文件和大多数安装程序一样。 双击按照提示进行每一步操作。 Zip文件是程序的压缩包。 解压即可运行。 也就是常说的绿色软件。 这里推荐下载EXE文件。 毕竟安装APK是属于和系统层相关的操作。 下载EXE文件并安装运行。 这里的选项意思是USA下化线PACMAN与APK文件进行关联。 当APK与程序关联之后才可以双击安装APK程序。 好比Docs文件和Word关联一样。 只有Docs和Word程序关联之后,双击Docs文件才可以默认使用Word打开。 重新启动计算机。 打开WC的设置。 打开开发者模式。 单击下方的Manage Developer Settings。 允许访问网络。 。 向下滑动。 确认USB Debugging处于打开状态。 以Windows 11安装Android版WeChat为例。 从官方网站下载APK文件。 下载的APK文件已经有了一个图标。 这表示已经关联了USA下画线PACMAN。 双击进行WeChat的安装。 安装提示出现错误。 开始菜单并没有WeChat程序。 再次双击WeChat的安装程序。 Install 变更为Reinstall。 说明系统已经有了这个程序。 再次查看开始菜单。 WeChat已经存在了。 打开WeChat。 界面和手机版的WeChat是一样的。 因为我的系统是英文界面。 所以WeChat默认是英文的。 可以通过设置进行调整。 至此就完成在Windows 11双击安装APK的操作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赞并订阅本频道。 一定要打开小铃铛哦。 当有新的视频上传时, 您会收到通知。 下个视频再见。